张库俩俩之间彼此的尊重已经超越了篮球本身了 因为长期以来互相之间彼此是对手为目标 那洛伯朗暂时每每回忆当年的金正宏斯的那种盛况 库里一是一五一六 自己挑大梁举大旗跟詹姆斯东西抗衡 后续靠库里巨大的人格魅力 亲手降服一员爱将 就是那个卡伦多伦特嘛 当时詹姆斯眼看就是斯东库里啊 如此具有不大的胸怀 朝贤那是海那摆出来 居然能够说降服卡文多伦特这么一员 在连帅当中猎土分降的这种诸侯 所以詹姆斯对于库里无论是球的高潮啊 还是人品的这样一种博大都是很叛復的 库里同样尊重詹姆斯 现在老人迷竟嘛 仍然不放弃内心当中对于竞技的信仰 还在追求冠金的荣耀 所以库里和詹姆斯他俩的友谊啊 已经超越了竞技本身了 这一次即便所分处上下分处高地呢 不影响两人之间对于彼此心中的印象 一代群王两者之间上演了五次交手 传为历史性的佳话 这是他俩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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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